大家好,我是Becky 在Microsoft,我是負責教育事務的 我其中一個需要做的事就是推動資訊科技教育 但是我不同,教育局寫sir 我不是一個推動資訊科技教育的教育學者 或者教育專家 我是在資訊科技方面的 所以今天我其實想跟大家研究一下 就是講電子學習或者資訊科技教育 其實ICT或者資訊科技的角色扮演是什麼呢? 因為我其實不是一個教育界的專家 我都不敢把門弄虎 所以我反而想在一個勞動市場 或者現在這個市場上有的工作崗位的變化 其實這個是一個舊的了 其實都是2005年那時候做的research 這個圖其實是講什麼呢? 其實就是說一些常規性的工作崗位 其實已經越來越少了 現在反而一些是非常規性 或者是需要多些互動 多些分析的工作崗位 才是這個勞動市場今天需要的東西 在香港就更加是這樣 因為我們是一個知識型的經濟 OK? 現在就是講廿一世紀的學習 廿一世紀的技能是什麼呢? 其實在座無論是有校長 或者是商界的朋友 其實你們都可能是僱主 如果你們今天請人的時候 你們可能未必是… 其實我初初畢業的時候 出來工作的人會看 就是你打字一分鐘打多少個 現在其實就會是… 你們覺得不應該是… 其實是我媽媽這樣跟我說 然後其實現在如果請人的話 作為僱主你們會想 看看他有什麼技能 就是他想法的方法 是否有創意 是否有困難的時候 然後可以很有步驟 很有分析能力去解決問題 溝通能力 協助能力 和協助能力是否好 而一些工具幫到手的… 譬如IT 你們剛剛常說 PowerPoint 這些其實只是工具 來的而已 是否適用 另外其實最後那一點 其實很多時候現在是最重要的 個人的認知 個人在社會上的責任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現在大部分 僱主需要的東西來的 我講那麼多這些東西是為什麼呢 就是其實我在兩年前 參加過一個活動 是Make a Difference做的 有一班高中的學生 我們就跟他們聊天 當日探討那個話題 就是說 你覺得你為什麼要讀書呢 說了整個小時 但結論就是 我們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這樣 我要進入這個勞動市場 所以我就想將今天這樣 這樣反過來說 OK 有見及此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教育學者 都說過 其實在學生學習的時候 都要有很多東西要改的 學習的方式要改的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是純粹要吸收知識的 我甚至乎每一天上課 我記得老師就會拿著一本 自己融融爛爛黃化 用了很多年的筆記簿 他就對著他在黑板上 不停地寫 然後下面的同學 就不停抄 抄到這麼長時間 就拼了一隻手 然後繼續抄 這樣 現在其實我們希望 學生學習的 除了吸收知識之外 他們還懂得 吸收完這些知識之後 如何創作一些東西出來 又或者有另外一些 就是說 其實現在學習不是只學一些知識 其實是要學一些技能 OK 所以 總括來說 其實現在教學生 是需要教現在你看到的技能 舉例 我要教他們怎樣去 communicate 怎樣去溝通 怎樣去協作 怎樣去在周圍吸收到很多知識之後 是怎樣去建構一些東西出來做分析 這樣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教育學者 都會是這樣說的 就是學習的時候 有三個部分學生都要學得到來做的 第一就是他要吸收一些知識 或者是一些 information 這些可以是每日的新聞也是 課本上的知識也是 他每日見到學到的東西都是 他學到這些東西之後 他要懂得怎樣整理分析 然後他要把它創作一些project 或者是一些有用 又或者是貼題的東西 他要做得出來 之後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他做完那些東西出來之後 他要懂得怎樣解釋給別人聽 就是剛剛李老師那個示範也是 就是他做了那些東西出來 你要解釋為什麼是這樣 又或者做了一些好東西出來 怎樣跟別的同學分享 所以這三個步驟都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做這些的時候 那IT的角色又是什麼呢 那我或者想給一個很理想的境界 給大家參考一下 請多五個我 請多五個我 請多五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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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晚會 whatever you can do girls can do whatever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can do girls can do gonna rule the world one day make it a better place roll your sleeves up girls and let's begin we'll do it faster than you ever did it we're supersonic we're supersonic whatever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can do wh outlines whatever we can do wh wär whatever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can do whatever we can do whlease You can do, you can, uh Whatever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can do Go sing to Go can do Go can do Ok,有些事情不太出現 或者是想講解一下 去到某一地方,你們在笑 哇,這麼慘,病了,手打著石膏也要做事 其實我這個影片想講的就是 資訊科技提供了很多工具 而那些工具是幫助你做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舉例,小朋友可能弄傷手 打著石膏或者腳,不方便上學 如果他整個月都要在家裡的時候 那是否完全脫節呢? 他之後上學的時候怎樣追得回呢? 那這個是一個例子 而且開頭的時候 他們是用一個 instant messaging 是兩個不同國家的同學 或者小朋友溝通的 一邊就打英文 另外那邊就自動出了法文 那這些是IT可以幫到手 幫到他們溝通的東西來的 那其實有一位,Professor Pepper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他是一個很技術 在60年代已經是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人 到最後他在英國讀大學 到最後他去了美國麻省理工 那他創作了什麼出來呢? 可能你們聽過 Logo的programming language 那就是他發明出來的 那其實他講的是什麼呢? 他會覺得呢 技術其實是 在教育那裡 只是幫到他手 做一些他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這樣才是最好的 舉個例子 如果以前 幼稚或者小學學 加減成取的時候 可能會用一些小豬 那你撥一下撥一下 你也學 那現在他用電腦 那又可以數 那其實這樣 是不是一個最好用 資訊科技的東西呢? 那Professor Pepper 就覺得未必是 除非你是比以前 不用電腦做得好些才是 那所以呢 我又或者講講這幅圖 始終一定是 學生為本 student centric learning 學生的學習 一定是在中心點那裡的 那你們未必看得到 我圍著那個學生的學習呢 就會是我剛剛提到的那些技能 一些溝通啊 協作啊 problem solving啊這些 我們是想把這些技術 是教給那些學生的 再外面呢 就會是 作為Microsoft 就會是一些工具 或者配套怎樣可以幫到 這些東西 而這些配套呢 可能是一些software 可能是一些cloud based的surfaces 而他們可能是一些 content learning resources 這樣這樣 而這些東西是應用下去 那個教學法那裡的 而device 或者是這些電腦呢 其實呢 只是用來執行這些任務的 即是Microsoft的belief就是這樣 雖然我很非理性的 說不用說那麼多 每人買一部最新的電腦 但是我們覺得這樣 是不會持續到 和是不會伸延到的 即是到最終呢 可能開頭是很多新電腦 在市場上很開心 但是不會持續到的一件事 那我舉個例子 我就用Microsoft的不同的軟件 其實有些學校 都會用一些不同的軟件 去幫忙教學的 那這裡呢 有一陣不同的Microsoft的軟件 我們呢 就會覺得不是說 拿著一個PowerPoint 這樣說 好 我現在PowerPoint 我想一下 用一個PowerPoint來做什麼 好 因為拿著PowerPoint 我不如教學生做Presentation 這樣 那我們覺得 不是這樣調轉來做的 因為他們是工具來的嘛 那就應該是學校的專業教育學者 他們專業的老師 想一下他們是想教什麼 然後有什麼輔助工具 他就去收拾 OK 然後呢 最終可能是選了幾件事 適合用 這樣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因為這些是軟件和Service 你要有個learning device 要有個電腦或者平板電腦 才可以執行到的嘛 那我們現在就看到市場上 其實很多不同的option 最簡單是一個智能手機 你也可以做得到東西的 你可以有平板電腦 可以有notebook 可以有傳統在這個computer lab裡面的PC 那怎樣選擇這些東西呢 那我們很簡單的 我們就會覺得適時適用 你用些 有些什麼需要你就用些什麼 而譬如這個 smartphone智能手機的話 其實如果學生去做一些網上的research 其實OK的 夠用啦 但是呢 如果你想做多些東西的 你譬如是想拍些video之後 有些少許 editing的東西 現在很流行的storytelling 你拍完些東西 拍完些照片 你有很多後期製作的東西 要做的時候呢 你可能需要一個 至少需要一個平板電腦 才能做得到 但是呢 如果他要做一些比較複雜的project 有很多字要打的 可能是要做一些project-based learning 裡面有牽涉到video 比如他要做research 要有些分析 整個thesis這樣的時候呢 那他可能要有個laptop 或者notebook 但是最要求高的 你可能有很多visual的東西 要做的時候呢 可能是有一個有不足的電腦 就會適合一些了 所以 again 雖然我是一個IT公司那裡做 我都不覺得所有東西要買到最好 最貴最漂亮的 都是你那個教學法先 然後你選擇什麼工具和配套 你需要什麼就選擇什麼工具 所以最終呢 我們就會覺得呢 IT其實是整個e-learning裡面 只是一些工具和配套來的 我們是要配合人 教師的教學法 一些content 才可以令到那件事情很成功的 OK 好 謝謝 謝謝